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 然后现在已经5月份了 新西兰马上冬天就要来了 然后巧克力是新西兰的雇主公签 也迎来了巨镇 然后迎来了新的政策开始收紧 然后今天让Nick来帮我们大家分析一下具体 如果大家不想错过最新的政策 就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好的 那最近的话 相信大家已经是收到一些新闻的 已经看到这些消息 就是新西兰的营业局的话 对于市级5级这种低级的人工作签证 开始进行大和动高 首先你要想现在来是 第一 你现在想要来申请 这个四到五级的这个工作签证的话 原来是没有的 现在是需要去考到合格的英语成绩才可以 那如果你是考亚瑟的话呢 是需要得到这个四分 那么第二点的话呢 我们知道原来我们想要去招 四到五级的这个 这个工作人员的时候 你是需要先去打广告 然后证明这个本地招不到人 那么你才可以去招海外人士 其实这个一定是很严的 但是现在移民局感觉它还是不够严 它现在是除了你要去打广告 要达到21天 就像三周证明 我在本地招到人之外 同时你还要去到新西兰的这个 劳动与收入部门去核实这个事情 得到他们的批准之后 你才可以去招这个四到五级的这个工作人员 同时在原来的话四到五级的这个呃 这工天只有者你是可以在新西兰呃工作五年的 五年还挺长的 就大后我后面不能移民干五年为人赚很多钱 然后回去是吧 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他成立建筑行业 就是他们就说啊我就拿着目的 所以赚钱赚钱回去就开始卖房成家啊 好的第四点的话呢也是一个限制 就是他对于四级五级的申请的申请者的话呢 他现在要求你要提供你个学历了啊 你不能说我高中毕业我就可以来工作 现在是至少你要需要有一个四年啊 四级的这个学历四级的话 已经是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大专的学历了啊 你就说你以后像一些没有去读大专 你可能就有高中学历甚至初中学历的人啊 你就达不到这条线了 或者当然你如果说你的学历不够的话 你要有三年的相关工作经验来证明的话呢 你才可以来申请 总而言之的话呢 这个四到五级的工作签证是变得越来越暖了 那这是第一个不好的消息 另外第二个不好的消息是我们原来 新翔是有一个针对卡车司机和巴士司机的 一个特殊的移民通道的 你拿新翔做这个公交司机 对公交司机或者说是巴士司机啊 你干完两年你就可以直接申请绿卡了 你也不用去管自己是否他们达到中位数 勿资啊像技术移民 我们要达到中位数 这个的话连中位数都不需要 而且你也不用去考虑你的年龄啊什么什么的 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就是便捷 而且是低门肯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们的移民部长 Stanford 说啊 立刻关闭 为什么 因为已经招到足够的人了 对现在人越来越多就是已经是 解决了这个公交车司机和这个巴士司机 短缺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贡献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收集呢 其实现在也不叫突然收集 其实早有预料的 为什么就是我们知道就在上一届 现在我们的国家讲这件事工党嘛 工党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很顺利的去帮 新西兰度过这个疫情的危机 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关国能关的太久了 导致各个行业比如说像一些 新西兰比如说很多公务场 农场啊 然后新西兰那些建筑行业等等 各个行业都非常的缺人 如果那个时候你要进来找工作 你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进不来 对进不来 好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然后移民部长就让移民局放水了 那签证官们真的是闭着眼睛在里批 你只要是递申请进来的 你只要是递申请进来的 股签证这个时候就是你只要改递 就一定会批给你 而且都能够至少给你批三年 而且在那时候 那个股签证真的是非常的凶啊 你知道在2023年的时候 涌进来了多少人 两三吗 两三很多了 很多了吗 不是哦 在去年将近涌进来了 就是2023年 涌进来将近20万人 但是最准确的数字是173,000 但这个数字是有点不准 所以我们说是将近20万人 那20万人是什么概念 我们要知道 新西亚建国也有 这个地方建国有上百年了吧 对不对 新西亚这个地方也有上百年了吧 到现在也才520万人 就是几百年才520万人 但是在去年一年就涌进来了将近20万人 所以移民部长团队他就会说 这是这个数字是绝对不可持续的 为什么不可持续啊 因为这20万人涌进来的人 这都是要来进来 进来找工作的 或者说他也有游学生等等 也有家属等等 他们对本地的医疗 还有住房等等 还有教育 这个资源都产生了非常巨大的一个压力 你有没有感觉 确实住房方面 最近的房租感觉涨得挺快的 而且你有房想出租的话 会有好多家排队然后来看房 有一个客户他最近是刚刚入境的 然后他找房也找到比较久的 找两三周好容易看到一个有自己 比较满意的房子 你并不能够直接租就是房屋 就会说你要先给我第一个设计表上来 同时你还在提供两个推荐人 找到我 然后把他推荐人 他填了表之后然后第二天的证据就给我打电话 你跟这个人熟不熟啊 你就是他为人怎么样啊 然后还有就是如果你自己有房 愿不愿意租给他 然后他就做愿意啊 还好就帮他租到这个房子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就知道现在这个租房的事 就是现在这个人涌进来太多了 就是对于我们心下的目前的这个环境的话 是压力挺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移民部长觉得大比议会 不可持续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为什么要限制人进来 那现在怎么要限制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要收紧啊 你要考英语 你还要有证书 而且你还不能够待那么久 五年太长了 干三年就走吧 对啊 那对于像这类的客户的话 如果他们如果说你还想要移民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了 那这么说来 未来西西兰移民的政策 岂不是又要收紧 怎么说呢 我觉得如果说要我们现在来回来的话 我说这肯定会 未来是肯定会收紧的 但是我们也要跟大家说 大家也不要太慌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的是 这一个雇主空签收紧吧 如果你是读书的学生的话 是政府给你担保这个工作签证 政府给的工作签证跟雇主的工作签证 它是一个两码事情 所以它是暂时是没有受到影响的 但是我觉得未来也是很有可能来进行收紧的 我们依然记得 在这个国家党的这个移民部长 Stanford在上台之前 他就很当理说等我们一上台 我就要立刻去取消这个六分制 我要回到原来这个打分制 为什么 因为其实现在这个六分制 是相对于原来打分制来说 它是名侃会更高的 所以他说我要回到这个原来打分子 来争取更多这个选票 为什么六分制它这个门槛会高呢 就是首先第一 六分制现在的政策的话 你对于那些去读大专的低学 是非常不友好的 基本上现在是不可以要去移民 同时就算你读的是本科的话 或是硕士的话 你也需要工作一到三年 你才可以去进行一个移民 所以整体移民的步骤 还要能够符合一定的人群 都给说紧了 那至于我们原来的这个打分制的话 虽然说你是读一个大专 那你虽然你要工作几年是可以去移民的 在给他们厨师 是吧 但是你这还是有盼头 还有比如说如果你是读的是本科的话 或者说是硕士的话 你知道你专业选的好 而且比如说你不在奥克兰那样等等 我选的是紧缺专业 你甚至都不需要像六分制这样子 要工作一到三年才能移民 你甚至都是可以立刻的去移民的 那他为什么现在自己打脸就不恢复了呢 这肯定也是一样 他上台之后 他现在情况不对啊 现在涌进来人太多了 所以他就开始对了一些具体的人动高 但是这个人数的话 我觉得他没有很快见上去 他未来还是会推出一些更加收紧的这个政策的 所以说他现在为什么迟迟的不公布 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处于跟银举一种商讨 准备制定出一个新的更加门槛更高的一个政策当中 我觉得可能在今年下半年会有消息吧 那现在的就现在消息还没有出来之前呢 目前新西兰还是有一些非常低门槛 能够移民的一些项目的 比如说有两年制的这一个建筑的管理啊 还有两年的这一个非注册的护士啊 你读完之后 你就都是可以很快去移民 还是根本就不用担心工作的 最重要的是这种两年的没有任何要背景要求的话呢 你只要高中毕业你就可以去读啊 只要高中毕业可以去读 你不需要任何的这个相关的背景啊 然后英语要求也非常的低 甚至有些的话 你可以不用去考虑 你直接过来配语言班就好了 所以我们这也是想 分享给我们小伙伴的这个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你想要去移民的话呢 还是要趁早 不然的话后面收紧呢 可能你就没有机会吧 OK 这个是跟大家讲的最新的政策 希望今天的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啊 然后大家有任何问题 可以扫描二维码 加NIC微信 进行更进一步的咨询 OK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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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